乌佩茨嫁不进豪门爽晒超奢侈贵妇生活,那行人看到她身上那件外套,难怪愿意放弃名分。 乌佩茨虽然替富商男友季晓波生了三个孩子,但始终都没有结婚没有名分,不过外界都声称就算没有名分,乌佩茨也赢了人生,他19岁就以模特之姿出道,身材纤细脸但娇好的他受到许多关注,现在他是三个孩子的妈,但身材仍相当娇好,完全跟少女一样。 图片来源,TVBS新闻 根据三地新闻报道,乌佩茨因生了三个孩子后,富商男友季晓波也相当尽责,不仅让乌佩茨入股赚钱,还送上珠宝,房子等大礼以及各式各样名牌包,目前乌佩茨的身价已经超过230亿台币,比张忠谋的227亿都还要有钱。 图片来源,奇摩新闻 乌佩茨在生第一胎时就曾喊天呀,我终于不用再辛苦赚钱了,要过上有人宠,有人养的生活了,自己都被自己感动哭。 即便这段感情,她没有获得任何名分,但她仍能以三个性计的孩子,换来衣食无忧的豪门梦,近日她一线身全身全都是贵妇行头。 她穿著名牌Gokshi 扇品,光是她炫的那件Gokshi粉红色飞行夹克以及肩上,背着的粉嫩樱花色Hornist LA包就要价上万元。 图片来源,三例新闻 为能够让大家更看清楚她名牌上衣,她一转过身来背上竟有着华丽珍珠串成的Darkshi字样,和精致彩色刺绣的日本服饰会图案,看来生活过得相当奢华,已难怪许多人都谈有没有名分不重要,有钱才重要。 没零分却是巨大赢家,也省了婚姻的拘束,这行头,根本像是把黄金背在身上。 来看看吴佩慈比张中某还有钱影片。